常看本蘭的讀者相信都知道 不者對盜其風執導的電影 一向都推崇備致 以其每年產量不少 卻能長期維持個人獨有之風格 以及無論是動作、喜劇、文藝片 不論任何的題材 仍能撻出高水準的作品 這是香港導演之中 十分罕有的例子 甚至可以說 近二十年的港產片中 若沒有了他的作品 可以說是剩下了空白的一片 這一套獨戰 不者實在看得大為動容 若說去年的寒戰 電影之前半段 拍出之佈局精巧 令觀眾難以猜測的話 則本片更是厲害得太多了 而不者看戲之多 但看電影前段之百分之六十以上的篇幅 一直也不能猜透 古天樂者個制毒毒犯 胡佬之內究竟是賣什麽的藥 於是觀眾們 就像孫紅雷的禁毒大隊長一樣 忠使佈下了天羅地網 但仍被古天樂帶著 走進這個複雜難測的販毒迷陣之中 電影的細節不便透露過多 只可以說 於一次意外之中 制毒師傅古天樂 租禁毒隊長孫紅雷捉到 被迫協助警方 有捕出背後的販毒頭指來 古天樂的角色 仿如黑社會的著蜜仔的延續版 他於本片的名字也叫天明 跟著蜜陰近 他精明狡猾 冷靜陰狠 角色設計得十分之複雜特別 而古天樂亦演得相當之好 而更可觀的 是孫紅雷者的盡忠職手 致勇相傳的大隊長 戲女史不者印象最深的一幕 是他像Mission, Impossible, Ghost Protocol 之Tom Cruise搬 在同一間酒店房間中 前後兩場 分別扮演毒犯及拆家 應付兩梯不同的人 他扮演冷靜之毒犯及少女藏都的拆家 兩副完全不同的面孔 演得變化多端 不愧為大陸之一級演員也 另外不者特別欣賞 道奇風於戲裡 設計的兩個身手驚人的阿爸 令電影格局更形奇軌 而電影之結局 亦極盡巧妙 雖有道奇風之舊作如 《黑社會》 非常突然 神探的影子 但卻拍出明顯的變奏來 且更使人完全的意想不到 本片實為近年港產片刊有之皆作也 最後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本頻道 請在Youtube上訂閱、點讚、給予正評 姐姐 谢谢大家